你發覺甚至是可以開學到台灣和內地的市場 慢慢進軍到不同的地方 不如看看卡瓦 你覺得其實 剛才也說了 你可能會在iPhone或者iPad那裡用 你覺得其實整個電子書的大環境 或者在香港、東南、大陸、台灣 其實它的發展前景是怎樣 還有一件事你擔不擔心報告 其實它發展前景我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電子這件事就好像在2000年取代了漢華做紙的東西 在2000年紙取代了一些廢牌竹板 它會造成一個傳遞信息、傳遞知識的工具 接下來我們的紙眼 我們手都說他想省下紙 他會用iPad 我們覺得接下來所有文件、知識 都會用電子版本的傳遞 iPhone或者電子書 這裡第一個是一個浪潮剛開始起到的 我們相信大陸 其實它政府剛剛都公佈了很多不同的計劃 推動電子閱讀的文化 或者電子書這件事 它選了上海和長慶兩個城市 做主要電子出版的城市 我們都在那裡會有些參與 至於老闆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電子這件事一定有的 走不走的 但是我們相信其實只要透過教育 我們相信現在香港 其實都少了很多盜版的CD 盜版的文字 我們相信這些人只要透過教育 慢慢的人會尊重這個版權 即是慢慢都已經去進軍不同的市場 內地都已經有考慮進軍市場 不如跟鄭小姐說一說 你已經成為了一個作家 對於很多新入行 或者想入行的人 或者很喜歡寫作的人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或者有什麼途徑 什麼渠道 什麼方法 你有沒有什麼性格 應該做 什麼 有什麼提示給他們呢 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一個月頭 我很多時候都在不同地方 例如講座 或者是遇到一些讀者 我會問你這個問題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寫書 又想自己做家庭的話 我有一點點的建議就是 其實先看一下自己的強項是什麼 強項意思是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項 自己的長處 即是可能有些人 他對某些東西觸覺是強的 譬如我拍照 我旅行的時候 我對什麼對觸覺最強 我對人的觸覺最強 有些人可能是對風景 對歷史 甚至乎對數字 即是你有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strength 你找到這個之後 你再看看自己的性格 其實不單止做作家 就算你做所有自己工作的人 其實這個自律性 是要求到的 即是說如果你是 譬如說 舉例我和Karl合作 如果我是一個 沒有拍沒有鐘 到deadline 又不交東西 就答應那些事情 又做不到 我想這次之後 他不會再想過 因為這些是一些信心 還有一些是大家 長期工作的電話關係 那不要只看過一次的本事 這個都是我 我一直和那些合作可負 去做回來的 所以其實 你那個人和人物的關係 都是有重量的 你講到deadline 接下來我想都是一個 很多寫書 有不同的作家出版商 的一個deadline就是書展 那你們書展 有沒有什麼活動會搞 或者有什麼攤位 會不會放在那裡 他要問先 我今年書展 曼法國開了一個section 就是電子出版的section 就是Hall3那裡 那我發覺見到電子書 其實來著的trend都很好 他想用這件事來推動 那我們手上文化 在這裏有一個google 希望可以推廣到這件事 然後給視頻聽 到底電子閱讀的感覺 是怎樣 到時候我們都會有些 試閱讀的機 或者試閱讀的書 可以在家去試看 是嗎 那我這台都比較多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剛才講的第12本書 就是《泛國慶福日時》 會出世 是書展的演繹 另外 我到時都會是24日星期六 晚上三個小時 我會在出版社多小舞台出現 大家可以welcome來的 可以聊天 簽名各樣 那另外 如果你是明晚 有機會可以看APV的《Japan Time》 因為我最近都日本國家旅遊 邀請了我去看個沖繩 那深水清中 日本的朋友都知道 最近日本去讀不沖繩 那其實我會 明晚會出現 另外你可以上日本國家旅遊的網站 那我都拍了14個 即是14個影片 那就介紹沖繩 那我想 這一堆鏡頭 可能都會多些機會 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做 那我希望可以 因為我知道 做廣告傳小學 很幸運 上訪一兩天 就拿到第二位 我希望 阿呂爭氣一點 可以再做一個好的成績 給大家 好 那期待兩位在書展 或者不同地方 更加多的新發展 和新表現 OK 今天很多謝兩位 多謝陳小姐 多謝你 大家可以在書展找他們的足跡 OK 多謝你們 多謝